对对 切到杯水过来啊 好的 那我先去忙了 你老婆被你管家的可以啊 你说她呀 我看着她就烦 你看别人家老婆家事好会打扮 再看看她一看就是农村出来的 明天我带大家去家庭聚会 我都嫌丢人 那不说她了 我听说你公司上个月出了点状况 亏损很大呀 我现在急需要500万资金周转 并且还要在一周之内找到投资人 可是这一周的时间 谁会拿500万来帮你啊 愣着干嘛 还不去把衣服洗了 哦 好 明天是家庭聚会 我要穿得好看一点 大小姐求求你帮帮帮增加吧 增加急需资金 需要你的资源 三年前把我赶出家门 我现在又所有了 找我要资金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大小姐求求你了 三年前你买的股票翻了很多倍 你就帮帮增加吧 喂 帮我查一下我卡生的余额 哎 你老婆这场余额呢 您好 曾小姐 因为您的账户余额数目太大 需要您本人带身份证到银行VIP查询 我每天给他两百块的生活费 这几年下来应该存的不少了吧 你呀 就当雇了个保姆吧 公司 公司需要五百万 要不然我帮你想想办法吧 哎 你知道五百万是什么概念吗 你以为是五千块啊 一末每天给你两百块 你要是能拿出五百万 嘿嘿嘿 我管你叫妈 是吗 那你记住你说的话 你赶紧去把衣服洗了 兄弟 我就先走了 我还有点事要处理 好的 去忙吧 改天请你喝酒 嗯 好 诶 她怎么把手机拉下了 老公 老公 你怎么来了 老公 你手机忘拿了 行了 你赶紧回去吧 开着花 三下的人为谁听 爱情童话 住进我的心 一末哥 嗯 赵卫氏 她 她 诶 小薰 你怎么来了 哦 这是你老婆吧 不是我说你 这出门啊 也不注意点形象 简直给我们一末哥哥丢脸 一末哥 好歹也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啊 是老婆 拉里拉她的 别人该怎么看一末哥哥呀 一末哥 这是我特地在国外给你带回来的 现象版腰带 由一末哥来 你今天中午去吃什么呀 一末哥 你早就去做 一末哥 你早就去做 一末哥 一末哥 等 你早就去做 一末哥 一末哥 这可不是你说了算 你干嘛 这可是在公司 你赶紧给我回去 喂 我可以帮助加索 但是 我有条件 第一 给我找一条 全球限量版最贵的腰带 第二 我要让一个叫小薰的人 一无所有 第三 荆州集团 我要当总裁 妈 你拍的证号 赶紧给我过来 妈 什么了 不要喊我妈 你个农村出来的严丫头 你不配这么喊我 妈 是我做错什么了吗 你家给周一摩你都错了 明天赶紧给我把分离了 你现在赶紧把东西收拾收拾 明天给我日子把分离了 给我搬出去 妈 我是真心喜欢一摩的 你喜欢我日子 你那啥子喜欢 我已经都人们三年了 你个农村出来的严丫头 你配得上我日子吗 你想不晓得 喜欢我日子 富家成绩有好多 我告诉你 不要阻挡我日子的前程 你给我找点走 妈 妈 我不会走的 离婚可以 但是 一定要一摩亲自跟我说 你 你 你说啥子都行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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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限量款的 这么贵的东西 会是谁送的呢 这是我老公 请你自重 还有 药带要送 也是我来送 我怎么会想到是他 你先下去吧 好的 同学聚会 想去换身衣服也没换成 算了 就这样去吧 同学们应该不会说什么吧 飞飞 你是 真对对 你这有困的太差了吧 你们来 我看你这有困难的太差了吧 我看你这有困难的太差了吧 哇 菲菲 你现在越来越漂亮了 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 你还不知道吧 菲菲马上就要成大明星了 我听说她马上都要跟金州集团签约了 哪有哪有 还好啦 哇 那金州集团可是大公司呀 她要跟金州集团签约 菲菲 你要跟金州集团签约 你来参加同学聚会 菲菲 这不能换套衣服吗 穿着一身对她货 脏不脏啊 来 菲菲姐 吃这个 这个是我们家乡的特产 来 菲菲 你尝尝这个 这个吃了不会长肉哦 诶 菲菲 快吃 快吃 来 我们同学好久都没有聚了 今天我们一起见大明星一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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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块 走一块 菲姐 走 来 菲菲 再走一块 来 来 菲姐 我敬你一杯 诶 菲菲菲 再来 这一块 来 菲菲 再来 再来 慢走 快点请不要喊回来 好 今天是周家家庭聚会 全家都在等你 你赶快给我过回来 你怎么才回来 进去以后少说话 别给我丢脸 好 你让他穿成这个样子都乖了 紧给他们丢脸 你说弄那么歇啊 我日子怎么求你 真是当我爸不证明 妈 别生气 我哪个不生气 告诉你 明天都在明镜就去把分离了 好了妈 别说这些了 我们先进去吧 我告诉你 明天都想把分离了 大哥 这次合作就让我去谈吧 好 你比较有经验 你去吧 哎妈 二十一 你们来了 快坐快坐 大哥 你看这个老婆 穿的什么东西 靠一会儿 怎么瘦身 最近爷爷跟朋友出去旅游了 公司事情暂时交给我在哪里 交给大哥是应该的 对啊 听说荆州集团旗下的娱乐公司在这合作伙伴 我们也去试试吧 荆州集团都是和大公司合作 像我们这种小公司 他会愿意合作吗 不尝试怎么知道不行 这次合作 你们谁上去啊 大哥 我去 我去 好 好小子 大哥没看错 那就你去吧 二哥 听说 你的公司 出现了金融危机 这危机 不会让你们像样的衣服 都买不起吧 二哥 你身上这衣服 五百块钱 你老婆这些 十块钱 谁说的 谁说的 我这衣服 花了二十块了 我呀 我呀给我老公 盯着这套衣服 可花了我一百多万呢 弟妹 我老公 他对衣服没有太多的要求 但是他对腰带却特别挑剔 他这件腰带可要两百多万了 我家公司危机也马上解决了 弟妹 一断绿了 你相互什么呢 弟妹 你被骗了吧 你这定制的衣服 怎么还有线头呢 我估计 就一百多块钱吧 你不懂 在那里瞎说什么 你不帮帮带 在那里留着鞋 大块帮我滚出去 嘿 妈 你这是干嘛 没事了 明天去谈合作 我会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丢脸 谁呀 这么不长眼 菲菲 是你 你今天是来签约的吗 真对对 是你 你这车怎么回事 抱着车子给刮花了 明明是你撞上来的呀 怎么能怪我呢 怎么回事 小姨 她把我的车给刮花了 你是干嘛的 不知道公司门口 不能听自行操的吗 还有这个规矩 谁定的 谁定的 我定的 赶紧给菲菲道歉 小姨 她应该是过了应聘保洁的吧 你放心啊 我绝对不会用它的 你今天第一天上班 我宣布你被开除了 好呀 那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是怎么开除我的 你 真对对 你可真恶心 我告诉你 这是我小姨 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还不能开除你吗 阿姨给菲菲道歉 我为什么要给她道歉 你又是谁 连我你都不认识 你是来应聘保洁的吧 谁照的你 不过谁照片的都无所谓了 不道歉是吧 我现在以总经理的身份 开除你 骑上你的泡草 赶紧管 你是聋了吗 赶紧管 不好意思董事长 我来晚了 周秘书 你瞎说什么 她是新来的宝爷 她是新来的宝爷 何经理 我郑重地告诉你 这位曾对对小姐 是我们公司新上任的总裁 什么 什么 总裁 她是我同学 何经理是吧 我现在正式通知里 你 被开除了 小姨 这个怎么办呢 那个爹说她赶紧走啊 快点啊 三年前 我刚出家门 今天还是第一次回来 总裁 我给你道歉 我 天 你给我道歉 刚才 你不是要开除我吗 总裁 是我有眼无珠 刚才 是我没有认出你来 你身为副总经理 隐缺谋私 像你这种人 根本 就不配待在公司 总裁 你大人有大量 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周密说 嗯 看着她收拾东西 让她滚 好的总裁 总裁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总裁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对对 你看我们同学一场 这合同还能签吗 对于你们来说 有签有试 才是同学 可是贝贝 毕竟我们还是有同学勤奋在啊 同学勤奋 你有顾及过我们 同学勤奋吗 我们公司 不可能欠你这种 不可一世的人 你走吧 对对 周氏家族的老三 过来谈合作 老三 让它滚 好的对对 大哥 你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 机关照你的方法做吧 大哥 这荆州集团也太过分了 我去谈合作 他们居然让我滚 这分明是看不起我们周将吗 行了 我听说荆州集团董事长才刚刚上任 也才二十出头 什么 一个黄王丫头 居然这么狂妄 好了好了 人家狂妄自然有狂妄的资本 虽然人家态度不好 但是我们还是要找他们签合同的 大哥 又不让二个去吧 三弟 你 怎么 身为周家人 自己的公司管理不好也就罢了 还不能为周家出分力吗 一幕 你也去试试吧 明天和荆州集团谈一下合作 大哥 我 行了别说了 这件事就这么办吧 好 好 丢人也不能让我一个人丢吧 你也去试试吧 对对 周氏集团又过来他合作了 是周一默建还是神建 有老大 周氏集团 你过来 周家眼皮可真厚啊 一个二流家族 还想跟金教集团团合作 之前都被人家赶出来了 现在又来 两位好 这么一说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总裁说 跟周氏合作 对了 你能带我去见见总裁吗 不用了 过几天来签就可以了 嗯 好 好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那今天我们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庆祝一下 哈哈哈 这次不错啊 我去里面接待 你先在这里接待一下 嗯 好 里面请 哎 哎 杨总来了 里面洗里面洗 哎 这是你能坐的地方吗 来啊 这会儿有的啊 你要是去的 起来啊 这是你能坐的地方吗 还不赶紧给杨总忘坐 你瞎吗 没看到我们在这吗 看你 对 让一下 来杨总 这边坐 哎呀杨总刚才那个是我二哥的老婆农村出来的 没什么嘉奖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哼 吐包子 待会有你好看的 我跟大家说 这次樱墨跟荆州集团合作谈成功了 樱墨过来 大哥 来你跟大家说说 这次你跟荆州集团怎么谈的合作 我到荆州集团什么都没说 也没见到总裁 就坐了一会儿 他们就和我签约了 原来二哥什么都没做 我还以为多大能耐了 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大哥我被荆州集团赶了出来 今天又换成二哥去 这荆州集团一定是感受到了我们的诚意才同意的 其实今天换成别人去也一样能成功 有道理 一木 这是功劳 不能穿在你一个人头上 三弟也有份 大哥 那签约的时候我去吧 好 那签约的时候就你去 二哥 两种公司经营了很多项目 要不你跟他谈谈 你们慢慢聊 土包子 我二哥都娶你三年了 还这个穷三样 你看我二哥和杨总 多般配啊 你就不该待着这里 还不快滚 我是你二哥的老婆 你不应该叫我一声嫂子吗 连着最基本的礼仪 你都不懂 叫你嫂子 你是在做梦吧 走吧 我们一起去吃饭 走吧 让我们庆祝跟荆州集团和周氏集团成为成功 来 喝 大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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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我想买一套房 真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正在午休呢 那他们买房怎么有人接待 真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正是午休时间 而且我们这边最便宜的房子要200多万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 麻烦请你离开吧 你这是看不起我 觉得我买不起是吧 你这种人 我见多了 就随便问问 拍个照回去炫耀 太有心了 有你这种现在客户的吗 赶紧滚了 小转 过来 胡总 小转 荆州集团的劳总来了没有 还没有呢 我看着呢 一辆车都没到 我跟你说 今天我要跟荆州集团的总裁 谈一下合作的事情 像这种不三不四的人 只要给我随便放进来 万一弄脏了东西怎么办 好的胡总 我马上把他赶出去 你怎么还不走啊 本来我还打算在你们这里买一套最贵的房 但是没想到你们这样的服务太差了 我不打算买了 别逗我了 赶紧走吧 好 我走了 你别后悔就行了 怎么还没来啊 喂 诶 周秘书啊 那个 荆总为什么还没来啊 董事长已经过去了 这会儿应该到了吧 啊 已经到了 我怎么没看到呢 你们总裁穿了什么衣服啊 开了什么车啊 董事长没开车 穿了件白色T恤 我们董事长很低调的 啊 我知道 我知道 快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把刚才的客户给我请回来 啊 如果你请不回来 你也不要回来了 你好 我们胡总请你回去 之前赶我走的时候 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又叫我回去 把我当什么 对不起 之前是我的态度不好 是我的错 你要是不跟我回去 我的工作就没了 那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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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去不去吗 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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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箴走事情对不起 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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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是对不起 都怪那个销售人员 不懂事 好嘞 我们谈事情吧 好好好 看一下 你看一下 郑總 這是我們最新推出的豪華秘書 你過目一下 郑總 這是我們送你了 看一下 不用送 我給錢 正好 我也想買一套房 好好好 來來來 郑總 你再看一下 你看我們這福星 南北通透 採光又好 真的 巴斯的呗 對對 要不你還是去商場買幾張衣服吧 看來我也是時候改變一下自己了 好 怎麼金州集團的總裁把我也給請過來了 可能是今天簽約 也想大概也在場吧 兩位好 這是我們曾總 鄭總 你長得好香 一幕 今天這個合同是給你簽的 周總 您過目 我已經正式收割了周氏 一幕 你是下一任董事長 啊 你是對對 啊 你們兩個 你們倆是穿這麼好的吧 一幕 你沒看出來是我嗎 你 你真的是對對 一幕 我沒想瞞你 只是三年前我被家族趕得出去 現在才回來繼承 對對 我以前那麼對你 你不會怪我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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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